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去年夏季卑斯省的熱浪相信大家都仍然溺溺在目 因此踏入7月的盛夏季節 不少人都已經開始選購冷氣產品 為高溫的天氣而作好準備 不過加拿大也不屬於亞熱帶的氣候國 在冷氣安裝的時候會有甚麼不同的地方 而市民在選購冷氣產品時 又需要注意甚麼? 是今晚的消費點滴 我們一齊去了解一下 雖然今年剛剛踏入夏季的氣溫上酸涼快 但去年熱浪仍然令不少市民心有餘櫃 冷氣設備預期在7至9月期間需求將會急升 不過本地冷暖工程設備店表示 由於需要經過專業人士 先評估家中的狀況再購買及安裝 加上供應鏈問題造成零件短缺 因此如果有意為家居安裝空調 最好從淡季開始籌備 而一般家用空調主要分為中央冷氣 和分體式兩種 中央空調在獨立屋較為上見 可以令到冷風遍及全屋所有角落和中央控制 至於分體式冷氣的好處就是較為靈活 民眾可以選擇在家部分角落安裝 以方便滿足不同家庭成員的需求 價錢亦較為實惠 但安裝時需要更多耐性 如果民眾認為安裝空調過於繁複或經濟上不允許 傳統風扇以及近年大受追捧的流動式冷氣機 亦是最佳的替代品 流動式冷氣機的好處是不需要安裝 因為現在很多人住在搭檔 你裝模窗口式冷氣機是完全不准的 所以唯一可以用的就是流動式冷氣機 可以日後放在電視廳裡 晚上睡覺搬入房間 即不同地方可以用 流動式冷氣機運作時亦較為安靜 令到民眾入睡的時候可以一直開著 另外 現時市面上不少流動式冷氣機都無需排水 勉強漏水的顧慮 此外 如果堅持只是選用傳統的風扇 就需要注意家裡的環境 會不會令到風扇無法發揮它的作用 我們住在加拿大 最重要是保溫 不要讓它散熱 所以熱氣入了家裡 沒有辦法可以散出去 除非你家屋可以有對流窗 開揚兩邊窗窗的風可以通過 如果你家屋是西斜的 單邊一邊的 永遠的熱氣走不出去 此外 他甚至聽聞過有民眾選擇較原始的方法 將一盆冰放在風扇面前以製造冷風的效果 此舉雖然可行 但他提醒 這樣做有可能會造成家裡濕氣過重 令物件損壞 今晚的消費點滴就講到這裏 今晚的消費點滴就講到這裏 谢谢观看